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倫 粉絲蜜蜜蜜 我們今天會為大家帶來NKH的攻略解說 這張卡片 我覺得不一定要刷啦 因為它作為隊員的價值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高喔 它主要的解擺能力有 可以幫助叫做這個固板 那這個固板 看起來有可能像是一個 王者杯的獎杯的形狀嘛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喔 但這個固板 它總共擁有18顆光珠 以及6顆水珠 6顆火珠的一個固板喔 那並且這張卡片還帶有額外的解擺能力 比如說你用水騎手可以無視固連 用火騎手無視燃燒 用光騎手可以直接無視電擊珠 並且首批消除所有符石還可以額外增傷兩倍 即自身回合結束之後 這張卡片自身CD-3 所以如果你要玩比較娛樂的話 其實你隊員可以帶4張NKH 就可以直接有這個無限的固板喔 好 那接著為大家帶來這次的關卡解說 這次關卡挑戰一共分第一關到第五關的一個難度喔 那第一關的話會掉卡 所以如果你要刷這張卡片 你可以刷第一關 那接下來2到5的難度的話 基本上就是獲得額外獎賞用的 那今天我們會從第一關以及第四關跟第五關 跟大家做一個講解攻略 首先為大家帶來難度1的術刷 那這邊使用神創磨滅 隊員帶上的是圍藍色以及貓頭鷹 好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為大家做一個通幹的講解 那如果說你沒有圍藍色跟貓頭鷹也行 不過就是要靠手轉會比較沒有那麼無腦 好 那首先已經看我們開神創的固板 加上圍藍色 這個版面一定會有6種珠子 所以無論敵人開哪一種全消盾都可以直接做解決 好 那接著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靠這個固板 直接手銷整版 好 那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三關 在第三關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直接靠 隔開珠子也就是畫面中的轉法 去手銷15顆珠子喔 那這樣就可以直接解決敵人 來到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的話我們開貓頭鷹 那直接無腦的解十字盾 好 那這邊就非常快速的來到了王關 王關這邊的話會隨機出這個combo盾 那這邊是四康 那剛剛我們版面有四康 如果說再有更多combo的話 其實就稍微轉一下版面去移動符石 就可以直接解決敵人所需要的combo速了 好的 以上大概就是神創磨滅的一個一分鐘速刷攻略 接著為大家帶來巴龍速刷難度1 那這邊的配置道羅斯是一定要帶的喔 因為可以讓光珠兼具攻擊珠 那並且我們還要帶上解十字盾比較舒服的貓頭鷹 再來帶一個能夠讓整版轉出六種符石的一個隊員 最後帶微燃色就不會天降比較速刷 那這邊的配置是我釋出比較無腦速刷的一個配合 好 那接著我們就近關跟大家做一個講解 那所以近關的部分我們可以直接開龍刻能力 再開微燃色再開這個可以讓整版轉出六種符石的一個功能卡 那就可以直接固版解決 然後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直接開巴龍 來個整版固版消除 無腦帶走 那這邊當然你可以不要帶微燃色 但就是會天降會比較慢一點喔 好 那第三關這邊我們持續開巴龍 我們把珠子隔開消十五顆珠子 帶走敵人 接著來到了第四關 這邊我們直接開貓頭鷹的一個十字盾 然後這個固版直接帶走敵人 接著就直接進入到王關 王關會隨機出一個combo盾 那我們就直接開巴龍的固版都可以直接做解決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巴龍一分鐘速刷難度一的一個攻略解說 那接著我們來使用拿破仁挑戰難度4 這邊隊員配置上面就帶除了火屬以外的其他四屬魔族就行了 卡片並沒有指定要哪一張喔 因為這個難度4呢 從頭到尾都CD重置 所以也開不到隊員的技能 那不過木屬的魔族最好擺在第五個位置 水屬就要擺在第三個位置 並且隊長的龍科帶上黑金龍科 車上隊員的龍科都帶增傷高的龍科就行了 這邊我們直接進關跟大家做一個通關講解 好 那首先進關的部分 會建議大家拉木屬性魔族的角色珠並且手銷 好 那再來第二回合開始我們就擁有這個固板 那我們就可以一直拉木屬性角色珠 那就可以維持這個固板 好 第一關通關之後來到了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的話 我們持續的拉木屬性魔族角色珠 那這邊連續拉兩個回合就可以帶走敵人 緊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三關 在第三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照著畫面的方式去轉珠 就可以直接手銷21顆的數字盾了 那當然不一定要拉角色珠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洗技能 好 那接著來到了第四關 好 那接著來到了第四關 這邊我們必須洗技能 一康洗技能 直到拿破崙的一技能跳起來為止 再兩次 好,這邊拿破崙一技能跳起來了 這邊我們直接開拿破崙一技能 再加上拉木魔族隊員的一個角色珠 這樣就可以直接帶走敵人 那緊接著我們進入到王一的部分 在王一這邊會隨機有3-5COMBO的一個敵人喔 那這裡的話我們就幫大家整理出首消五組跟首消四組的一個轉法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就直接算進來到了最終王冠 最終王冠這邊的話我們就洗兩回合技能 直接隨便消一COMBO 那這邊其實你拉角色珠是沒用的 因為敵人每回合會轉換五屬版面 所以這邊的話就不用拉角色珠了 就洗技能就對了 那洗兩回合技能之後呢 我們拿破崙的二技能就跳起來了 我們拿破崙二技能就直接開 然後隨便點符石 那拿破崙二技能是直接無視這個五屬盾的 所以這邊就可以直接無腦的帶走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難度式的一個攻略解說 接著我們用拿破崙來挑戰難度五 那基本上跟難度式的配置是完全一樣的 一樣是木屬性的要放在第五格 水屬性的要放在第三格 並且隊員帶上不是火屬的其他四屬魔族成員 隊長帶上黑金龍科就可以來挑戰了 好,這邊我們直接進關跟大家做一個通關上面的講解 好,那說一進關的部分 這邊我們拉木屬性隊員的角色珠並且手消 第二回合開始就會有個固板 這邊我們就持續的拉木屬性隊員的角色珠 並且手消維持這個固板 接著來到第二關 一樣是有這個固板 那這邊必須手消三十顆珠子兩回合 所以這邊我們一樣是持續的拉木屬性隊員的角色珠 好,那這邊直接進入到第三關的部分 第三關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 照畫面中的方式轉二十三顆盾 再來來到了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的話我們就洗技能 直到拿破崙一技能的跳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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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拿破仁的一技能 並且拉木魔族隊員的一個角色珠 好,那這邊就直接帶走敵人沒有問題 接著呢來到了王一的部分 那王一會隨機出3道武康盾 那這邊也幫大家整理出4根武康的一個消除方式 大家可以依照畫面中的轉珠 來去解決這個敵方 好,那這邊進入到最終王關 剛剛記得,如果你有拉拿破仁的角色珠轉珠的話 這邊就會給你一個無數的版面 最終我們拉副隊長的拿破仁角色珠 就直接結束這場戰鬥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不要忘了開按下按鈕按鈕 以及關鍵小鈴鐺 下手新的影片就追蹤到你,O双卡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謝謝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